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可是我没有这样子的对联来和你们祝贺 所以我只可以跟你们讲 愿你信的一年蒙福 然后第二个就是恭喜发财 现在我们进入这个中文社会 今天是个聪明祝 我们不想超过摄影响到中文社会 所以今天虽然是大年初一 可是它也是刚好就是星期日 就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主日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 当然就是希望从神的话语得到鼓励 所以我们已经研读了使徒行传非常久 今天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两章 所以当我在准备想要预备 到底要讲是新年的一个特别的一篇讲道 还是在使徒行传来继续的时候 我发现在使徒行传的最后两章 非常有意义 所以我们知道在保罗 他要去到罗马的一路上 他遇到了很多的难题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我们可能可以有很多的计划 可是有时候往往会有一些 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一起来 研读这两章的时候 我们能够从里面得到鼓励 因为一样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 让我们今天就从这两章来学习 受鼓励 所以大家知道今年是什么年 兔年 所以我们知道在龙历的十二生肖当中 今年是兔子年 所以我们说我们因为为了硬今年 是兔年 所以我会和你分享一个故事 那暴露了咯 所以我们要分享的故事 就是关于兔子的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小孩都懂啊 就是龟兔赛跑的故事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 这只兔子 它以它的速度非常的骄傲 所以它是非常有信心 也信心爆板啊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他太骄傲了 所以他以为他可以睡一个觉 那你知道就这么一睡 结果他就输了比赛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要学的功课当然就是 你慢慢的 你稳稳的这样子走的话 你也能够赢得这一场比赛 当我们一步一脚印这么走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完成我们的比赛 当然另外一个我们从这个故事 可以吸取的教训就是 因着兔子骄傲 所以让他失去了这场比赛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兔子本来就觉得 他应该是一定能够赢的 可是也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愚蠢 就让这场觉得能够赢得的比赛 却有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 所以有时我们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觉得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可以拿 一定可以做得到 可是也有可能 我们的一个行为或一个态度 就让整件事情有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有时不仅仅是可能 我们个人的问题 内在的因素 也有可能外在的因素 别人或者是我们的环境 突然间有了改变 就使得我们的计划都打翻了 所以当保罗说他要向凯撒 他可能期待的是一个蛮顺利的 一个去到罗马的一个旅程 但是我们知道 在最后这两章 我们可以看到 他遇到了 一直不间断有一些的意外 或者是灾难发生 可是我们却看到 在这些 他经历所有的种种的当中 也有神 他自己出乎意料的恩典 一直在发生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要和你分享的 这篇信息的主题 就是充满出乎意料的恩典 所以就是要提醒我们 在我们生命当中 可能会有我们很多 出乎意料的情况 或者是困难迎面而来 可是我们要注意到 神也会赐给我们 出乎意料的恩典 所以当我们在看 这两章的时候 我们要从这两章来 看到保罗他 去到罗马的时候 整个的旅程 我们在当中 有很多的学习 所以保罗呢 他是一个拥有 罗马公民 从小就有 罗马公民的一个人 所以身为 罗马公民 一定的你就有一些 特别的权利 所以其中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有被 一些控告的话 你当他们还不能够 定你的罪之前 你都是无辜的 所以当你要定他的罗马人的罪的之前 你一定要受审讯 所以在我们看前几章的时候 就发现罗马士兵 有时就会很害怕 因为有时他 他都还没有被受审讯 却有一些 他却遭受一些的 惩罚 所以虽然他算是一个囚犯 可是他却还没有被定罪 所以照理来说 他应该期待他 去到罗马的这个旅程 是顺利的 他应该是期待 他们会恩待他的 要不然的话 所以当他一上船之后 他所遇到的困难 是一波接一波 然后灾难也是一个加着一个 所以从第四节 我们就已经看到 在旅程的开始的时候 当他们要往上行的时候 航行的时候 都已经遇到一些的困难 所以他们一开始 航行的时候 那个天气气候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可是之后就发生了 意想不到的气候的转变 之后他们却遇到了风暴 而且是连这几天 都没有阳光 看不见阳光 I'm not sure whether any offshore people here or not anyone works in the offshore platform offshore platform anyone 油田 谁的工作是在 offshore的 Offshore Oil and Gas platform I'm not sure about you we're in a big ocean at night you know there's a storm how how do you feel 所以我不晓得 如果是已经 晚上了 你还要出大海 然后就有 when there's a storm how do you feel 有风暴的话 遇到风暴的话 你的感受是什么 that recalls me that recalls me when we had a small small little a short break in this Kapalai 这个就让我们想起了 之前我们去 Kapalai Kapalai 有一个短的 一个假期 Kapalai is actually a resort near at Sibadan area it built on steel no on steel only Kapalai 是在Sibadan的 一个岛上 他们的那个住的地方 他们的雪雷 就是 就是在 那个水上的 那个海上 there is no land you know as far as you can see there is no land 所以你这样一弯过去 是没有土地的 okay and and it built on steel the steel is probably like no 6 by 6 or 8 by 8 所以他是用那个 铁 steel yeah woo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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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el 柱子啦 就是很 很耐的柱子 就在那个海上面 建了他们 住的 住宿的地方 one of the night that we were there at night came a storm 所以当天晚上 我们只住一晚 当天晚上 那个 吹大风 然后有下大雨 就好像是风暴 这样子就来到了 the whole the chalet that we are staying was shaking 我们住的那一间 应该不是我们那一间 全部应该 全部都是已经被 那个风吹到 有点摇摇了 from midnight all the way to very late very early the morning like there will be at least 3 4 hours 所以这个是从来 半夜12点 一直这样子的情况 一直到凌晨 可能三四点 the funny thing is that all the swimsuits that we have hanged outside the line the morning wake up all blown away all don't know where 所以孩子所有的 永衣啊 塞在外面 给他干 全部都被 吹进海里 海中央 but you can feel the whole snow the whole shelly shaking my heart is like pumping in and now both of us cannot sleep the whole night 所以那个 那个风这么大 在那边吹 我们的心 也是被他吹到很乱 所以我们也是 在那边很怕 一整晚 okay it's not a bad promotion啦 but then then the next morning the boss also call us Renickson I know that last night was a very challenging night for you 所以当然 老板 第二天也是 打电话给我们 他们说 昨天晚上 非常的挑战 我知道你应该 可能没有睡好 but she said to us saying that don't worry it's proven it's proven save 所以他就说 不要担心 这一切都是 经过test的 都是失恋过 非常安全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当时候那个海狼 像我们住的地方 一直打过来 打过来 那个风又一直 吹来吹去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们当时候的心情 that was only for one night 只是一晚罢了 probably about three four hours 十三四个小时罢了 Paul here can imagine for many nights many nights no it recorded fourteen so I'm not sure about fourteen or not but many nights you know that they have not seen the sun they only can no only wind and waves heating the boat 所以保罗当时候 不知道在这个船上 这样子的情况 被这个暴风雨 侵袭多少天 可是当时候 就是那么多日 都没有阳光 at the end the ship was shipwrecked the rudders broken and they just go along with the wind 所以当然 他们就遇到海难了 而且整个船 也就是遇到海难 然后有一些破损 然后他们就是漂浮在海上 谁会期待 或者是期望 你的旅程 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你要你的旅程 是这样子的吗 I believe none of us want to look at our years our this year to be like this 所以我相信 我们每一个人 没有人要2023年 是这样子的一年 but today we want to be encouraged no even though let's say even though let's say even though thing turns out unexpectedly 所以我们就要说 如果假如 真的是事情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let's not forget there will also unexpected grace in our life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我们也会有 出乎意料的恩典 not to say God completely forgotten all of us there will be unexpected grace shown to us small little pockets no a short period of time here and there to encourage us 因为上帝不会 完全忘了我们 我们一定会注意到 神在不定时的时候 给我们的一些 小小的恩典 在这里 在那里 Paul here in Acts 27 23 he says that no the angels appear and God says no you will be safe 所以在 使徒行传27 章23节 这边就有说到 保罗就说 那他的死者 昨夜 站在我的旁边 and this is not the first night that he when the storm came 所以这个不是 第一晚 it is many nights later many nights probably 14 days later the angel of God appeared to him 所以死者出现在 他面前 不是他遭遇 这个暴风的 第一晚 而是可能 几晚 十多天过后 天使可能才 站在他的旁边 so you see that if only if we are if we keep on focusing no the problems that we have the encounter difficulty we have then we will we will lose out some of the many of the grace unexpected grace God has shown in our life 所以如果 当我们处在 困难当中 我们一直在 我们一直眼目 一直注重在 这个困难当中的时候 或许在当中 我们就会 我们就会 没有看见 上帝的恩典的 出现 if we are not dissending enough we are not so dissending enough we can just let go and pass by without our hearts being encouraged 所以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 注意去看 我们没有 分辨 的心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 让神的恩典 错失了 you know see I have lit up the whole list year from 28 27 challenge 7 to all the way 28 not about God's grace in Paul's life in this journey itself 所以我们在 汇报 你可以看到 从27章的 一些章节里面 就会 能够看到 上帝在整个 旅程中 他给了保罗 一些小小小小的恩典 23 verse 3 talk about there is already a leader who shown kindness to Paul in the beginning of his journey 所以在第27 章第三节 就有看到 有一个领袖 就已经 宽戴保罗了 and there is an example here grace also can appear as a warning 而且有时候 恩典出现的方式 是好像一个警告 一样 you know God gives support a warning ask to to warn them about the situation this is also the grace of God warning us not to get into something 所以当时候 保罗 其实也是领受到 也向所有的传员们 告诉他们 一个警告 其实这也就是 上帝要 赐给他们 恩典的时候 23 25 is assurance no the angel is assurance take God comes to him 所以23 到25节 就是上帝 自己的确据 他如何出现在 他的面前 35 he broke the bread and gave thanks you know this is the sign remembering Jesus in difficult times 所以这个35节 就好像要我们常常 纪念到主耶稣 在我们 拜饼和祝谢的时候 我们也有感恩 comes chapter 28 no the end may not ends well the ship is already wrecked but then at the end arrives on the shore safely 虽然我们知道 到最后 虽然那艘船 是不保 已经是 破坏 损坏了 可是最后 他们却能够 安全地 抵达到岸上 在第28章 第4到第5节 也是有看到 上帝自己的保护 他们到了一个岛上 在岛上的时候 上帝如何的 来保护保罗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 即使保罗到了罗马 虽然他是有被限制行为 可是他却能够 舒服地住在一个屋子里面 虽然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 当时候保罗 其实有没有注意到 这些神的恩典 所以非常容易 让我们看着别人的生命 然后去发现 上帝在当中的 一些恩典的行为 可是今天呢 我们就要学习 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我们也有能够 自己来分辨 上帝什么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 赐下了这一些的恩典 所以我们每次指着别人说 哇 上帝对你多好 赐给你这个恩典 那个恩典 那是你看到别人的生命 那么对自己的生命呢 你又没有注意到 上帝也给了你 这个恩典 那个恩典 如果我们只要 只要注重点 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只要看 我们只要看 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 我们不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我们太 注重在我们自己 注重在我们自己的 问题上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 错过了 错失了 上帝在我们周围 所赐下的一些恩典 因为我们越看着 这个困难 我们就越沮丧 所以当我们沮丧 我们失望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自责 所以今年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如何在我们的 生命当中 我们要分辨 看见上帝赐给我们的 恩典 所以他可能是 这个时候出现 一点小的恩典 在那个时候出现 一点小的恩典 或者是透过别人 给你一些恩典的行为 这些都是从神来来 所以当我们在 看见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拜扁 我们要祝谢 我们要感恩 所以我们要为着 还有多一天能够活着 来感恩 或者是还有多一天 可以玩耍来感恩 因为能够多劳力一天 所以当我们能够注意到 神在我们生命中 这些大大小小的 恩典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生命 也可以成为 一个恩典的祝福 所以就发现 今年其实你也可以 为着别人的生命 成为祝福 所以和你的左边 右边的弟兄姐妹说 你要成为生命的祝福 所以当保罗要离开 他自己的一些 门徒们的时候 可能他们的门徒们 非常的伤心 可是当保罗离开他们 去到罗马的时候 其实他在罗马的这段日子 其实应该是 他最有效率的一段日子 所以虽然那时候 他是被限制自由的 一个软禁 在一个住处当中 可是他却有这样的恩典 能够在罗马 还是能够四处走动 去传讲神的话 就在这样的 被受限制行动的 一个时期当中 他也在那时候 写成了大部分 他给教会的书信 所以如果没有这一段旅程的话 我们就读不到一幅所书了 也没有菲利比书了 所以就尽管在这些出乎意料的情况当中 我们的生命也是能够被翻转的 所以我觉得在保罗生命 来到第三十一节的时候 是他觉得是他最受祝福的时候 就是他能够放党传讲神国的道 讲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 并没有人禁止 所以传统上的说法是 没有在圣经这么记载 可是传统上的说法 大家相信是 当他再次被囚禁 之前 他其实是有被释放过 然后也有能够去四处的传福音 所以当然最后我们知道 他是为了主的道训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相信 事情是有翻转的可能的 所以我们听过这个 龟兔赛跑第一集 有没有听过第二集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第二集 所以当然那个兔子当然是不甘愿的啦 所以他就和乌龟说 我们再来跑多一次 所以那个乌龟就非常快 就很爽快就答应 只有一个条件 我决定那个跑道 所以兔子还是一样非常有信心 他说他又可以跑 又可以跳 有什么东西 可以拦得到他 所以说没有问题 你就去决定 那个跑道是怎样的 我什么都可以 所以兔子就讲 我们会跑这里 然后最后我们到达终点 所以当天 比赛的那一天来到了 他们就开始比赛 所以那个枪声一响 这个兔子就一风这样子 快地冲冲冲冲 一直跑一直跑 所以乌龟一样的 他就是慢慢来 慢慢慢慢这样子爬 一步一步慢慢爬 所以这个兔子 就好像是要拿到 世界纪录这样子 就跑跑跑跑 结果来到一个地方 他没有办法 他就要停了 他就吓到了 他前面是什么 踩 前面是什么 这是一条很宽大的河 因为太宽了 所以他跳都跳不过 太深了 他游也游不过 不是湖 因为湖 你可以这样子跑 所以他就冲上去上游 看有没有桥 没有桥 所以跑到去下游 也是又没有桥 又没有树桶 给他用 所以他就这样跑上跑下 跑上跑下 在那边想到底要怎样 才可以过去 所以他才可以过去 所以我会慢慢来 所以来到河的时候 看下那个兔子 又慢慢地爬 下去河那边游过去 这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 你也必须聪明 所以当然不是只是慢慢来而已 你也是要聪明的 所以当那个兔子看住 那个乌龟 这样下河 慢慢游过去 到半中间的时候 他就在那边喊了 怎么可以这样子 所以这个乌龟就听到了 那个兔子在那边喊 所以乌龟就慢慢转回去 他就跟兔子讲 来 我们要谈条件 OK 第一个就是 我让你上我的背 我们过河 可是到了河的对岸的时候 你要让我爬上去 你要背着我 继续我们的赛跑 所以当天 两个人都是赢家 这里我们又要学什么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生命的 跑道上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人 总比一个人好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让别人 参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互相的帮助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别人进入到我们的生命 它能够成为 我们这出乎意料的恩典 的帮助 而且我们同时也能够成为 别人那出乎意料的 恩典与帮助 所以当我们看到 保罗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要再次被提醒 我们怎么能够互相成为 我们彼此 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帮助 如果我们总是一个人的话 这条路走得非常辛苦 所以如果我们有两个人的话 就会比较轻松 主 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 那出乎意料 别人生命的祝福 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功 好让我们也能够成为 别人生命的祝福 Amen Let's pray 我们一起祷告 Father in this new year as remembering Know this Chinese New Year 主啊 在这个新的一年 这个新的农历新年 And it's also a pretty new year to us because it's only the third week of the year 这确实也是新的一年 因为这是2023年的第三个星期 Lord you want to ask that continue Continue O Lord to be in our lives 主我们求啊 你继续的 一直不间断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功 Help us Lord to identify the grace that you have shown to us 你要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要看见神 你自己恩典的时候 Help us Lord to recognize Our life can also be the grace to others 你要常常提醒我们 我们的生命 也能够成为 别人生命的恩典 与祝福 So Lord I pray that in this year Allow our lives Lord to open up for one another for mutual encouragement 所以我求神 你自己帮助我们 愿意能够敞开 我们的生命 让别人也能够 参与到当中 或者是我们 参与在别人的生命 成为他们的祝福 that we may find know that in this life that we have we can be a blessing 好 让我们 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都能够成为 别人的恩典 也别人的祝福 因为我们在这生命当中 就是要来荣耀神 你自己的名 感谢神 we pray this in Jesus' name 望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